你见过100万一张的钞票吗? 世界上汇率最低的国家津巴布韦,就发行了这种钞票,主要是由通货膨胀引起,面值大的惊人。 但是这样的亿万富翁,甚至连公交车都做不起,因为这些钱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.5元。 我们都知道美元是世界通用的,很多国家的货币都和美元做换算,这种货币的换算比率极为汇率。 世界上汇率最低的十大货币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不值钱的货币,你知道有哪些吗? 现在我们为大家盘点一下,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十大货币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十名,巴拉圭刮拉尼,一美元等于4615刮拉尼。 巴拉圭是南北第二贫穷的国家,喜欢足球的朋友,一定经常听到巴拉圭的名字,因为他们的足球是非常有名的。 该国因为曾经和周边国家,如阿根廷的战争,导致60%的人口死亡,而战争死的绝大多数是男性,所以男性比例的大幅下降。 继而让巴拉圭成为一个,实际上一夫多妻的国家。 至今单身的朋友,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家哦,因为他们也盛产美女。 该国的失业率高达16%,有35%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九名,几内亚法郎,一美元等于5100几内亚法郎。 非洲国家几内亚,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,该国比较贫穷,其货币汇率也非常低。 经济以农业,矿业为主,工业基础薄弱,粮食不能自给自足。 自然资源丰富,铝、铁矿储藏大,品位高,其中铝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一。 不同于其他非洲国家,几内亚水利资源丰富,是西非三大河流发源地,有西非水塔之称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八名,老挝基普,一美元等于8640基普,老挝是越南的邻国,和我国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,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唯一政党。 老挝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,以农业为主,工业,服务业基础薄弱,水利资源丰富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七名,伊朗里亚尔,一美元等于10180里亚尔,伊朗一直是个不和平的国家,多年来战争不断,与美国的关系非常不好,长期受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。 伊朗因为经济困难,而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,结果加剧民间本来就恐慌的心理。 大家都不使用伊朗货币,直接去换美元或者其他稳定的外汇,导致伊朗本币短时间大幅度贬值。 虽然伊朗官方采取强力干预措施,严控外汇严禁外汇交易,百姓依然通过地下交易,或者黄金交易来期望保值。 要不是伊朗有强有力的东方盟友的话,估计很难支撑到今天。 尽管一美元可以换那么多里亚尔,但通常美国人是不会去伊朗旅游的,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6名,印尼卢比。 一美元等于11200卢比,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。 其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,人口数量与纽约相当。 印尼曾发生多次排华事件,但是印尼的巴厘岛,还是很多国人爱去的地方。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介绍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了解一下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5名,圣多美普银西比多布拉,一美元等于14350多布拉。 圣多美普银西比是非洲西岸的小岛国家,也是非洲第二小的国家,它的货币汇率也挺低的。 圣普原为葡萄牙殖民地,1960年圣普解放运动爆发。 1974年蒲当局同圣普解放运动达成独立协议,1975年7月12日圣普,正式获得独立,成立民主共和国。 圣多美和普银西比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,是以种植可可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国。 值得注意的是其独立后,曾长期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政策,直到1985年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4名,越南盾,一美元等于16750吨,越南相比大家都不陌生。 越南的货币叫越南盾。 越南的货币汇率也是非常低的,好在物价也很便宜,所以去越南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 越南盾和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3000比1,小编曾经到越南出差的时候,就因为越南盾后面的零太多,一时没算过来,坐出租车竟然多别了一个零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3名,土库曼马纳特,一美元等于24000马纳特,土库曼斯坦是前苏联共和国之一。 苏联解体后开始使用自己的货币马纳特,以取代俄罗斯的卢布。 前总统尼亚佐夫将自己的头像放在了该国所有货币上。 听起来是不是很气人啊? 人们常说有钱就是任性,但是通常有权的人更加任性哈。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2名,索马里先令,1美元等于35000索马里亚先令,索马里先令是索马里的官方货币。 自1962年起该国货币一直在贬值。 因为货币的持续贬值和连年的内战,很多人从人生的一个巅峰转向了另一个巅峰。 比如有人从公司老板转航成了海盗,经常抢劫过往的船只,所以中派了军舰去索马里附近的亚丁湾护航。 无论这种转型是否华丽,但是为了生存,他们还在乎什么形式呢? 世界上最不值钱的货币第1名,津巴布韦元,1美元等于642000兆津巴布韦元,津巴布韦,在这里。 我们人人都是一万富翁,却是个什么都买不起的富翁,是当地人的自嘲。 该国失业率高达60%,许多人连公交车都坐不起,持续的通货膨胀,不仅让钱,几乎成为一堆废纸,人们买东西都要用车拖着钱。 这种画面想想就觉得挺兴奋。 在津巴布韦,一切交易都已添加进行,到餐馆吃顿饭,还带放着成堆成跌的钞票。 观点钞都要一个多小时,津巴布韦前的最大面值是100万亿,面值大的离谱。 看到这,我只想说一句,无敌是多么,多么寂寞啊。 以上就是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十大,最不值钱货币排行榜的内容。 想了解更多有意思的排名和世界之最,欢迎关注我们哦。